做一个土耳其的芝士锅 Koi Mark 橄榄油 黄油 然后一勺 一勺这个玉米面 这个玉米面也是从黑海老家寄过来的 这个玉米面 我觉得就要 比在伊斯兰班尔买的 超市里面买的要甜很多 味道要好很多 把它炒 以后把它炒熟 差不多有一点变 变黄变色 然后就加水 虽然是开的是一点点 但是它这个加了水就会变多了 这个Koi Mark 实际上做也是好简单 就是两个产量跟芝士 有个是鱼米粉 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做起来 还是不太稳定 有时候做成功 有时候做不成功 它那个火候啊 时间长短了 还有你买的芝士对不对啊 都有很大的关系 热 完蛋了 这是冷水 忘记加热水 这水是放多了也不行 放少也不行 然后就 然后就 芝士 它这个芝士是长芝士 嗯 要烤这个玉米的热度 把这个 玉米粥的这个 把这个芝士把它融化 但是融化太久了已经 融化太久它就断了 就没有那个芝士 所以说这个火候一定要掌握好 混到这个芝士和这个玉米 玉米糊 都融在一块就可以了 一点点油 一点点油 这个油要最后这个时候加 这样子才醒了它的这个 好这个黑海芝士过就好了 它就这样 它上来的时候就让 看起来非常诱人 这个是 这个是 Koi Mark 好 这个芝士过就 做成功了 非常好吃 这个是 所以 我刚才看到 那个芝士